冲哥考考大家 蒙德的四风守护具体是指哪些呢 大家都知道 东风是指风龙特瓦林 而西风当然是指西风骑士团了 那南风和北风又是什么呢 很多小伙伴一直以为是指南风骑士团和北风狼 但实际上啊 南北两风只是两个人的代号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来说南风 说起南风啊 大家的第一想到的 一定是游戏初期剧情所探索的 南风之师的妙语了 而在游戏角色批为四方之风中 提到了一句 南风守护驱除贵族 书籍林建峰也说到 驱除贵族解放蒙德的人 代号叫施牙骑士 再结合武器突破素材施牙斗士系列的简介 很明显 这个南风之师啊 就是指施牙骑士 而初代施牙骑士啊 就是西风骑士团第一任团长 温尼莎 另外 在秦的传说任务中提到 温尼莎即是施牙骑士 也是蒲公灵骑士 额外提一句 在德语中 狮子牙和蒲公英的单词拼写是一样的 总结下来 南风之师啊 指的就是施牙骑士 也可以叫做蒲公英骑士 而且在西风单手剑的故事中 提到了其他的施牙骑士 再加上秦十五岁时 就获得了蒲公英骑士的称号来看 说明施牙骑士这个名号呢 是可以被继承的 而接下来要说的北风守护呢 则与目前最强五星大剑 狼的末路 有关 有关 好的 关注成功 呼呼 优优独播剧场——